大家好,今天是11月27日星期一 講講大股的成交和資金流向 基本上你看到成交是升低位之後 慢慢有一點點上升 不過升幅仍然不夠,要升到這些,這些,這些才可以好 再去其次,我們看看北水流的資金都是沒有什麼的 日出日入,日出日入,搞到你頭暈,腦脹 流入,上個星期最主要是螢幕基金 遲些便會沽你,今天便會沽 恒生這個中國企業,有些進入,又要沽 這些汽車等等,有進入之後,都是會沽你的 反正這些,沽出之後,遲些便會買回入 應該稍後,所以這個就沒有什麼 暫時,因為他們日出日入,變成指導性不是太大 再其次,這個是北水方面,你看到 日出日入,日出日入,日出日入,叫救命 好了,板塊,日出日入,日出日入,搞到就很不行了 煤炭呢,在這幾牌裡面都是比較强,小一點的 這個就需要留意 再其次,我們看看就是,個別的股票方面 全部一片綠,不用想 沒有,都好說 大市方面,搜不了了,保利加通道走不了 那就應該去試,保利加通道底這個位 底這個位呢,但是是170 170,那如果170的話,坐雨的時候不行了 那就下來這些位 那就是168,165,又是沒得走雞 那你看到170,就看了168 那沒什麼好說 好,那大家看看今天可以有什麼留意 留意一下大快活,快餐股 柔跟誰拿出來 好,那是170 還有兩20,155,旁邊 那是370,195,旁邊